全台灣合作立黨豬瘟疫情 現在台灣豬敘事待發拼出口外銷 來看在幕後努力付出的小任務大工程 趕快收桌 目前後面有三組客人還在後衛 爐台前咬湯出鍋 工作台的另一頭也趕緊在菜盤裡 種上繁盛的鮮蔬菜園 台南新興的火鍋新人王黃怡文 每天樂在廚房替客人付湯到火 不分春夏秋冬 一個禮拜來個一次兩次三次的都有 他們說只要冷氣夠強 他們都會一直吃火鍋 黃怡文的膠原蛋白鍋熬煮48小時 把豬大骨的內裡精華全都逼催出來 甚至成了化骨湯 那濃醇鮮美不只舌尖銷魂 還有青春滋養的食補作用 讓眾家妹妹們就算是夏天 也要定期來養鹽膨潤水噹噹 吹著冷氣喝熱湯 女生最喜歡的膠原蛋白 吃完以後嘴巴會有點黏黏的感覺 不用粉料調味糊弄味蕾 疫情解封後人氣沸騰 天天都是報復性樂吃潮 我們就平日來就好 就不用排隊 陳毅認真是湯頭配方裡的人工添加 黃怡文很挑嘴 食材都得夠好才送入嘴 高山高麗菜清甜爽脆 就連梅花肉三層肉 最平凡的豬肉片也不太普通 不會有那個豬的一種肉 肉的燒味 習慣這個豬的品質 回不去了 第一名 餐飲職人心中的第一名豬肉 出自屏東長治鄉 台灣最科學化的蓄質場 台塘東海峰農業循環園區 一般閒雜人等進不來 就算是專業參訪 也得經過層城關卡 為了防疫需求 保護嬌貴的豬隻 入場第一步先噴霧消毒 但這樣還不夠 所有訪客工作人員 包括廠長 進到豬舍之前 都得從頭到腳清洗一次 確保不會將外面的髒東西 污染物帶進來 每天都洗好幾次早 那回家都不用洗了 回家還是要洗 沐浴更衣之後 進到內圍走廊 悠揚的音符在耳邊響起 這是蓄質場 專為豬寶貝挑選的 放鬆琴音樂 加入他們的資料 RW也會提升他們的活動力 讓他們吃可以吃更多資料這樣 推開小門進到豬舍裡 豐於健壯的豬群映入眼簾 但第一時間 嗅覺細胞似乎沒有跟著進來 跟一般養豬廠給人 湊氣沖田的印象完全不同 這裡幾乎聞不到恐怖的難受氣味 地板之下有玄機 更透過濕度控制 讓便便能迅速乾燥 就算豬隻踩踏也不沾黏 落在地板之下 自動瓜糞系統在定時清除 眼不見微鏡也聞不到 濕度越重的話 那味道可能就會比較 沒辦法散出去 跟人一樣喜歡乾爽 不愛潮濕 豬隻大口味更怕燥熱天氣 專業飼養團隊 最懂他們的喜好 當然也懂得投其所好 後面有七隻的超風扇 在超推行成富氧 讓我們在這邊 會感覺不斷的有涼風 在吹進來這樣子 密閉是豬舍屋頂有太陽能板 阻絕日曬 敷壓設計讓空氣迅速對流 形成舒爽的自然風 再加上定時開啟的水蓮送爽 就算在南台灣 日正當中的盛夏酷暑 室內溫度依舊控制在28度以下 讓豬寶貝在一連幽夢裡 當歡豬格格 心情蜜蕾食慾大好 一米大一寸 沒有水蓮 它可以把很多病原都洗下來 所以它就會 豬隻就會比較健康 密閉是飼養 減少傳染病發生機率 豬隻不必課藥打抗生素 在豬界的豪宅裡 除了吃食充足 環境舒適 還有設身處地的體貼設計 水泥地板超過三分之一是食心地面 踩起來更舒適 也符合歐盟的動物福祉規範 養豬業奮戰二十年 撲滅口蹄疫 擋下非洲豬瘟 取得非疫區證明之後 台灣豬蓄勢待發 要重新衝向國際 這支養豬國家隊的帶頭先行 功不可沒 說是養豬國家隊一點也不誇張 台唐從民國四十二年開始 發展畜牧事業 開啟台灣大規模養豬的先河 陸續引進現代化觀念 加上優異的配種技術 提升台灣的豬肉品質 成為國內養豬業的效法對象 但傳統養豬業消耗水資源 加上大量的排泄物帶來污染 也成為環保議題 為了平衡產業和環境 台唐安排團隊人員到歐洲考察學習 砸下六點八八億 在屏東打造最先進的蓄質園區 蔡陽能再加上早氣整年的發電量 是三百八十萬度電 對我們的發電跟用電量平衡 豬隻排宜燕氧發酵在脫流形成早氣 用來發電一年有兩百三十萬度 故意分離之後 沒有消化完全的藻渣 轉化為有機肥回歸農田 藻液經過廢水處理程序 到達放流標準 可以用來灌溉 另外雨水也可以回收淨化 當作豬舍的水連使用 綠能水循環和生物循環達到平衡 不只是全台第一 更獲得英國認證 是全球第一座 循環經濟模式的環保畜牧園區 最實際就是我們要吃豬肉 但是要怎麼樣讓這個產業 可以跟環境做到一個共生共生 台唐預計陸續將舊有的十三座養豬場 變身成為跟東海風一樣 兼顧產能效能和綠能的 現代化蓄質廠 也把先進的觀念技術導入業界 帶領台灣養豬隊 衝刺全球的豬肉進口市場 逐步的進步 快要第一流的豬肉這樣 傳統的養豬行業 有一群人默默努力 為台灣的美食供應好豬食材 也翻轉先天劣勢 讓老產業能在這片土地上 豬圓豫潤永續豐盈 未見